高雄市校园防疫物资募集总动员 继副市长李四川梅河市府顾问黄福昌捐赠450桶消毒酒精 今天在教育局长吴隆峰的吹声下 再有泛生制药公司捐赠2000瓶酒精喷剂干洗手 给高雄市的幼儿园市府团队不止市政要做得好 连防疫把关都要跑第一 我要特别借这个机会谢谢各界 有许多善心人士在捐助我们的防疫和物资 那前几天有一位黄顾问先捐了100桶 每一桶是10公升的酒精 75%的酒精 所以可以做消毒和干洗手用 那因为我们酵鼠锅他最后追加到450桶 而且呢他还给我们春送到一个几个集中点 我们特别感谢 那我也特别谢谢泛生制药 那因为他们除了制药以外 他们当然也有做一些干洗手的这些能够消毒用 那这一次碰到疫情他们非常的慷慨率先的捐出干洗手 而且他们特别用500cc500ml的这个干洗手送2000品送给我们的公司里的幼儿园 我们会把他们的善心和他们很愿意赞助我们这些幼儿园 让幼儿园的干洗手的这个措施能够持续 特别感谢 这一次共捐出10公升70%浓度的消毒酒精450桶 给高雄市379所学校市府顾问黄福昌表示 是希望能够协助市府防疫 并能够抛砖引玉 我刚刚听到我们那个武汉的疫情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刚好我公司有这个基础吧的 我在做成品的 我就跟马上跟那个李副市长报告 他说那很好啊 我们现在有精缺这个方面 口罩也缺 那酒精也缺 那我就赶快去跟我的工厂协调 工厂说那不然就先挪一部分出来给他们 我们是在做成品的工厂 所以我希望说我能够抛砖引玉 希望各界能够我们一起来共同抗杀 抗这武汉的疫情 这是我最大的那个用意 今天捐赠2000瓶500ml干洗手 酒精喷剂给高雄市656所公司立幼儿园 范生制药副董事长蔡继珍也强调 面对防疫的挑战 担心校园防疫物资不足 表达对市府防疫工作的支持 也为孩子们的健康把关 目前来说开学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有接受到一些消毒的 譬如说漂白水的这些物质 那也分送到学校 那因为现在疫情看起来比较吃紧 当然防疫物质是永远不够的 因为你不知道 疫情到底要两个月 或者是三个月或者是一个月 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 除了感谢范生制药公司以外 我们也特别呼吁各界 如果你有防疫的物质 你愿意捐赠你附近的学校也好 透过教育局来分配也好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胡乱开学后 高雄市的校园防疫围墙被击垮 市补团队对师生安全的用心 为了校园防疫物资 如今连副市长局处首长 募资都跑第一 让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报道